我沒有準備解報 然後我現在有一點緊張 然後所以大家要放聽多一點 好不好意思 然後我是蔡思婷 然後我今天想要提的案是說 因為我的工作是環保工作 那我們在做再生女兒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遇到幾個 對再生女兒的迷思 比如說不穩定或是店家很貴這件事情 那今天我想提的案就是說 因為其實發電這件事情 有很多的成本不是在電費燈上 我們會看到的 還有很多成本其實是在 就是比如說在背後或是在政府 或是在前端中端後端都有補助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提一個想法是說 我想要把所有針對 不管是化石燃料或是再生電源或是核能 有相關的補助都找出來 然後把這些補助再加回到 現在的電力的這個價格上面 然後去說明其實不管是化石燃料或是核能 或是在生電源沒有我們想像那麼貴 化石燃料跟核能沒有我們想像那麼便宜 所以這個是我想要做這個事情的目的 然後因為我不太曉得做這件事情 到底是要什麼UI UX還是這些 所以可能等一下也會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幫我一起理解 這樣是不是覺得我這點蠢 就是其實也是要理解一下 到底我可能會需要什麼樣的工程師 那以上是短短的介紹 謝謝 謝謝 這邊沒有蠢的問題 因為所有問題可能都有人想要問 但不敢問 那那個